好咱继续啊 来看咱的代码了 刚刚咱实现了一个基本的装饰器 那现在大家想 我现在这个装饰器实现了有没有问题 还有更难的 你以为呢 你以为交这点 你可是交了那么多钱呢 哥对不对 我就是交你这么点 你能乐意吗 好那咱就可以下课了啊 来你想想咱刚刚实现那个装饰器有没有问题 好好看看你写的代码 来看 哎 考试过来了 装饰器实现啊 在这儿 是它吧 来你来看啊 我现在把它们都去掉 它们都没用了啊 没有用了 来 这个也没有用了 我先都去掉 我给你力求精简 来看 现在我TES的函数 是这样运行了 对不对 我TES函数是不是没有任何返回值 是不是就返回呢 对 对不对 那你我现在我运行TES的RES 大家来看 它运行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Nan 对 你看 哎 是不是在运行 对不对 来看运行结果 是不是就是Nan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一听我说完 你就你就不 不觉得它有问题吗 对 如果TES函数里面 我来retend一个什么东西呢 retend一个 这是TES的返回值 那现在我运行TES 是不是获取它的结果 对 那我再打印这个结果 你来看 什么东西 怎么还是呢 我选择 我选择怎么回事 我选择怎么回事 没有反怀 拿了个运行T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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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你这时候运行TES 是不是运行的 实际上是Timer的返回值 对 那Timer的返回值是谁 这是Timer吧 Timer缠入一个TES 然后直接retend一个 这是不是rapper 对 也就是说你这个位置 运行TES 实际上运行的是谁 是不是运行的是rapper 那你来看 rapper里面又做了些什么事 咔 运行 这运行的是谁 test test 有任何的运行的运行 首先你告诉我要运行TES 现在你运行TES 就是在运行rapper 是这意思吧 就是在运行的rapper 那 我运行的是rapper 那我TES的运行的运行值 是不是就看 就他的运行值 是不是就要去看rapper的运行值 rapper里面又没有运行值 那咱再加上吧 好不好 怎么加 是不是最后这位置 来个retend retend什么东西呢 retend来一个123可不可以 来一个123 运行看一看 可不可以 运行是不是就123 但是 这个123 是rapper里面运行的123 是rapper里面运行的123 对不对 我想要的是谁的运行值 是不是test的运行值 这个test的 这个test是不是就有一个运行的结管啊 对 我这位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结管 上面拿 是不是复制给一个res啊 对 最后返回的时候返回谁 返回res 返回res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对 是这意思吧 那你再来看 你看啊 这个是不是他 运行 是不是这就行了 对 可以吧 好 来 把你那个赶紧给加上来 加上来